新元周俊佑則是針對部落用地提出看法 他表示過去宜昌國小人理分校是當地部落族人經常使用的區域 不過這個土地呢現在變私人用地了 沒有辦法再做公共使用 因此透過這次大會 他希望縣政府能夠繼續為部落族人爭取更多的空間 來興建部落聚會所 政府在過去為了興建學校 向民建徵收了許多用地 但隨著少子化的趨勢 就學人數不如以往 近年也陸續把土地歸還於民 但也連帶影響到了原本在這些土地上所舉辦的各項活動 歡迎縣議員周俊佑在3號的縣政總質詢議程當中 就特別針對了這項議題 極力向縣府爭取更適合部落族人的活動場域 我們現在目前我們的吉安鄉花蓮市 現在我們的以前 我們現在大家了解我們的聖安公園 以及我們的人里以昌分校 還有我們中原分校 當時在於 當時都是屬於學校用地 當時都是提供給我們人民做休閒預熱的去處 但是都是因為現金政策少子化 而造成我們的學校無法去做興建 所以還地於民 所以至今我們已經無法再使用這些這三塊地 因為都是屬於還給做私人使用 但是本席得知 我們的縣政府非常積極 去爭取我們人里平交到旁邊的一個舊的燕業廠 而且也得知我們國產署已經撥用給我們花蓮縣政府的教育處 所以本席想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說 未來我們的舊燕業廠 在未來的建煞及規劃是怎麼去做處理 再來 似乎是可以納入 我們吉安鄉部落聚會所的興建 以及未來規劃我們的垂球場 或者棒磊球場等一些運動休閒的一個空間 教育處長呂玉仁則是回應表示 吉安燕業廠將會朝類國民運動中心來做規劃 而部落聚會所的部分也有跟鄉公所做緊密協調 目前還在做可行性評估當中 就等結果出爐 做好趣味規劃後 將會爭取經費一併執行 記者 許麗晴 花蓮視報導